年末耶誕節跨年接種而來 但民眾戴口罩自主性高 因此指揮中心對於大型活動 只建議三種情況 包含若有相關症狀者 以及前往不能保持社交距離 或通風不良場所 最好不要拿下口罩 同時進一步放寬探病規定 十二月十號開始實施 只是三類人 像是有新冠相關症狀者 自主防疫期間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的民眾 到醫院探病才要有快篩 證明 國內確診數持續監控 更要緊密觀察大陸疫情變化 就怕大陸風控逐漸放鬆 當地疫情爆發 王碧盛特別喊話 未來兩三個月內在大陸的國人 若是高齡者本身有嚴重疾病 或未完整接種疫苗 以及加重有幼兒者 可以考慮儘速反國順便打疫苗 另外整場記者會 也可以發現羅一鈞因為確診缺席了 王碧盛透露上午有通過電話 他表示狀況都OK 等待康復回歸工作崗位 TB的新聞綜合報導